再來看的是就在總統大選最後一刻 媒體集中聚焦選情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最近卻密集的傳出人事大地震 在副市長周立芳請辭之後 文化局長倪崇華也主動請辭獲准 引發了外界好奇 柯文哲是不是想要趁政壇兵荒馬亂的時候 火速調整人事 逼過媒體放大報導可能引起的爭議 更讓人好奇 下一個走的人會是誰 臭上扁額象徵要讓南港區東明公共住宅 七百戶的統包工程建設順利完成 但台北市長柯文哲看起來卻心事重重 這個行雲流水皆自然你知道 就是說這本來本來就是 就是鐵打的營業流水的病 柯文哲用古典詩詞道進這幾天 市府小內閣異動的千頭萬序 因為就在市府顧問洪志坤 還有副市長周立芳先後請辭獲准後 因為繁體制作風多次引發爭議的文化局長 尼崇華也在臉書上宣布請辭消息 目前的公部門也不是一個很欺人的地方 那因此我們還是尊重每一個生涯規劃 柯文哲說起來一派輕鬆 但是這股異動風波似乎從去年底的這份 北市議員針對局處首長的評比就慢慢發酵 副市長林青蓉調車尾 文化局長林沖華交通局長副市長周立芳 還有悠遊卡公司董事長都在倒數名單裡 周立芳和林沖華先後請辭 印發質疑難道公布這份評比就是要逼退官員 就在藍綠競選總統府之際 北市府的小內閣官員也一個跟著一個走 選前的這一波人事地震缺額由誰來補 後生可畏 燕之來者是不如盡 所以意思就是說 天下人才多的是 不怕人才枯竭 柯文哲的政治算盤怎麼打 還有的看 雨淀TV尤家瑋 沈永沛 台北報導 歡迎收看